9月7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发布了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 按照2021年的营业收入计算 连续6年占据冠军位置的华为这次退到了第5名 京东集团接替了华为的冠军位置 亚军是阿里集团 值得关注的是 正维集团超过了华为和腾讯排在第4名 成为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最强民营企业 不公 正维集团像是忽然冒出来的超级企业 为什么它能超过华为呢 首先解释一下 华为排名下降不是华为自己有什么大变化 而是整个中国产业链地位的表现 美国的芯片制裁迫使华为放弃了一部分和高端芯片相关的业务 尤其是手机 所以华为的营业额有所退步 至于说正维集团排到第4名也不是新消息了 2020年的工商联榜单正维就已经到过第三名 仅次于华为和苏宁 当时就有媒体评论 华为众望所归 同王终于逆袭 这里说的同王 就是号称全世界拥有3000万吨同资源的正维集团老板王文尹 不过过去几年和华为腾讯阿里京东相比 正维集团的确在舆论场上相对低调 这次他被工商联排做了广东省第一民营企业之后 各家的财经媒体忽然密集报道了正维集团 这让睡前消息团队也产生了好奇心 501期节目我说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得到了很多观众私信提供的线索 然后我让高流同学沿着线索去查证 又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材料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找到的资料 以及对比查证的过程 要了解正维集团 突破口首先是董事局主席王文尹 虽然正维集团过去低调 但是王文尹本人并不低调 否则也不会前几年就被称作中国同王 网上现在有很多王文尹的专访报道 综合来看王文尹的过去30年 是一个小镇青年抓着每一个历史基于 落实中国梦的故事 先是努力学习考上名校 毕业之后进入大型国企 又主动辞职到深圳打工 下海之后王文尹从仓库管理员 做到了高级经理 然后看准机会创业 拥有了自己的百亿级制造业公司 发展到今天 王文尹已经号称收购了 10万亿的海外同胖资源 是能够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超级富豪 具体来说 大多数王文尹的招款材料都确认 他1968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前山县 梅城镇和湾村 1989年高考 王文尹超过了重点线50多分 考到南京大学 1993年 他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上海高桥石化 月薪400元 但是王文尹自称不甘心 当一个体面的国企工程师 他读高中的时候 因为家里缺钱 爷爷看不起病去世了 2012年有一篇专访标题是 狂人王文尹 引用了王文尹的个人感慨 光有做官的梦想还不行 所以在上海国企工作了几个月之后 王文尹就做出了令人惊叹的举动 情心留职 带着400元南下深圳 1993年下海之后的故事 各个财经媒体的说法差不太多 高流同学调查 采信了深圳市企业联合会网站的版本 王文尹从上海出发 辗转多次火车汽车和卡车 被黑心旅馆坑钱 花了两个星期才到深圳 手头只剩下10块钱了 这里我以个人经验插一句 1993年从上海到深圳 花掉390元路费 跑了两个星期 这旅途听起来多少有点奇怪 剩下的10块钱住不起深圳的旅馆 王文尹到了深圳 只能睡在天桥下的水泥管道 按王文尹自己的解释 他下海就是为了创业 从一开始打工就想了解 现代企业的经营原理 而不是简单的要赚钱 所以他主动放低了身段 把大学毕业证藏起来 以高中生的身份去应聘低级职位 睡了几天水泥管之后 王文尹在港子企业横都电线 找到了一份工作 做仓库管理员 上班一个多星期 他就背下了几千个物料编码 不用查账就能应对所有工作 1994年 香港老板的仓库历清检查 问了几个材料的情况 管库房的总经理说不出来 王文尹不用看资料 直接就能报出库存的余额 准确到个位数 被老板看中了 三天之后 提拔成库房管理部的总经理助理 之后三年之内 王文尹在企业内连升八级 1997年的时候 他一年拿到的奖金和提成就有上百万 现在网上可以找到恒毒集团2022年的半年财报 今年上半年利润是760万港元 折合700万人民币 不知道王文尹离开之后 现在这家公司还有多少年薪百万的高管 我又查了一下历史数据 1997年带领中国历史上最强一届国家足球队的总教练 七五生年薪是15万人民币 同一年拿年薪百万的高管 对应的是伊利集团副总裁牛根生 后来的猛牛集团创始人 换句话说 王文尹此时的待遇 已经相当于中国经济领域最顶级的人物了 2014年之后 环球企业家和小康这两家媒体采访王文尹 又挖出了一段新的故事 王文尹自己说 他到深圳不是从桥洞直接去横渡电线公司的 而是先到了一家灯泡厂 做抠司部部长 月薪几千块 手底也有800名女工 由于女工们劳动强度太大 很多人眼睛累到流血 所以他就带着工人搞罢工 最后餐饮人员被老板集体开除 他把自己的工资分给大家同甘共苦 一度他资金耗尽只能和工友们捡废团烂铁 按他自己的话说 一根酸豆角要吃三天 接下来才是放下大学毕业证 去横渡电线当仓库管理员的故事 这个说法和前一个故事有微小的矛盾 就在连升七级的快速提升 其实一年而不是三年 因为王文尹后来自称 1995年就已经再次辞职 开了自己的企业 协微电线制品厂 这个时候距离他离开上海国企只有两年 工商信息显示 协微电线厂的注册时间是1999年1月8日 和2014年的两个采访记录都矛盾 相对来说2012年的采访记录更合理一些 就是王文尹在港子电线厂工作满三年 才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自己开公司 后来2015年商业文化杂志刊登一篇文章 标题是 郑威的商界传奇故事 又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就是郑威国际集团是1997年在香港注册的 之后1998年才到了深圳成立协微电线制品厂 从这些相互矛盾的专访报告来看 王文尹先生一定没有认真追究过乱写报道的媒体责任 负责查证资料的高刘同学比有小不少 90年代还在读小学 他对当时动荡的中国社会印象不深 也不是很在意王文尹创业经历的复杂性 高刘带着21世纪打工求职的记忆往回看 比较迷惑的那种事 他扔掉了南京大学毕业证 以高中生身份去找工作 王文尹在多个采访记录里都付出过这段经历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王文尹在南京大学学了什么 从服从分配到了上海高桥石化厂来看 他似乎应该是化学系的 南京大学1960年就建有高分子材料专业 是国内比较早转向了精细石油化工的学校 毕业生去东南地区的石化工厂很合理 但是从互联网公开资料来看 大多数媒体内容都介绍王文尹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的 南京大学依托解放前建立的紫金山天文台 天文系的实力一直是国内第一 80年代中国的舆论气氛普遍崇尚带一点玄学色彩的高科技 在冷战背景下尤其看中和航天相关的专业 所以天文专业当时吸引了最优秀的声援 当时在南京大学天文系每一届只招十几个本格生 录取分数线超高 现在的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级主任夏志宏教授回忆说 当年他大学第一志愿是南大天文系 打算考不上再去轻化自动化凑合一下 按王文尹的字数说 他超出了重点本格线50多分 考大学当然很容易 但是在80年的如果想去南京大学天文系 成功率无限接线于零 当然凡是有意外 高科总是有能够简陋的毕业生 这里我暂且相信王文尹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 高刘同学沿着南京大学天文系的线索往下查 发现王文尹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的说法 是财经媒体投资界2016年的报道 而互联网上关于王文尹毕业于南大的说法 最早来自于安徽市场报2009年8月28日的专访 但是这篇采访显示王文尹出生日期是1970年 1989年19岁就从南京大学毕业了 和其他的主流说法都对不上 所以查证范围必须继续往前追溯 搞清楚他到底是哪年毕业的 从更可靠的资料开始推导 王文尹是安徽前山县人 这一点没有什么造假必要 搜索前山县各个中学的校友活动记录 可以发现前山县野寨中学 在2021年接触过1989届校友王文尹 刘洁洪夫妇的捐款55万 这基本上可以证明 王文尹是1989年中学毕业参加高考的 再看正维集团自己的官方网站 有两篇介绍王文尹的文章 都说他是1989年考上南京大学 1993年毕业 可以看作是王文尹本人 确认了自己的大学入学事件 但是很奇怪 南京大学89级93届出了一个千亿富豪 但是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 上搜不到任何王文尹的消息 搜索汤并不以这位知名校友为荣 与南京大学相关的网络信息 只有南大教育发展基金会 发表过一篇文章 提到了校友王文尹 但是这个南大教育发展基金会网站 并不受南京大学直接管理 就连这篇文章也是转载的 原创还是蔡英媒体投资界 为了验证王文尹的真实身份 高楼同学去旧出市场 搞了一本90年代的南京大学年纪 发现天文系1993届毕业生 只有11人 王文尹的名字不在其中 如果说王文尹改过名 天文系93届毕业生 只有一个姓王的 是现在紫金山天文台的 王敏研究员 姓编为女 和王文尹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说网络资料搞错了专业 年纪上还有1993年 南京大学各个专业的 全体毕业生名单 其中也没有王文尹 网上还能看到另外一种小众说法 说王文尹是1990年 从南京大学毕业的 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态度 高楼同学又搞了 那南大1990年的年纪 结果一二 不仅天文系没有王文尹 整个毕业生名单 也都没有王文尹 这些资料看下来 反而是2015年 财经杂志小康记者 谭乐言的采访节奏 提供了逻辑上更合理的说法 王文尹早年求职碰壁 是因为没有大学文聘 这个小康杂志 是中国最权威媒体求是的子刊 记者谭令言 2021年还在求是主管的 中国小康网发文章 他的说法应该比其他财经媒体更可靠 王文尹创业之前 可能根本没有读过大学 没读过大学也不是什么缺点 只是王文尹反复强调 自己是国内最好天文系毕业的 这似乎和他的个人爱好有一定关系 最近几年 王文尹在宣讲自己的成功学经验的时候 一直强调在量子力学方面有深入思考 2018年 王文尹的妻子刘杰宏的公开程度说 王文尹认为 现代物理学最大的图和是量子力学 一直在研究量子力学 带来的科技变革机遇 所以最近两年 网络上关于王文尹的文章 都说他在管仓库的时候 就已经在天天专门量子力学了 也许王文尹需要用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出身 来推广自己的完整理的 王文尹的下一段公开履历 是1993年到上海高桥实话工作 就算他没读过大学 也有一种可能性 他是从其他技术学校 分配到上海高桥实话的 关于这段经历 网络媒体说法不一 有的说王文尹的上海高桥实话当干部 有的说他是高级技工 如果是其他国企 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上海高桥实话制显示 高桥实话属于80年的 合同制改革的样板企业 1992年 已经落实了全员合同制 不会像其他老国企那样 直接接受分配来的学生 所以王文尹就算在这里工作过 也不会是1993年分配进去的 这里我再次感谢 上海地方制工作做的比较好 大多数国企都有自己的制书 网上还统一提供电子板 到此为止 可以说王文尹自述的早年经历 都基本上被推翻了 只有1989年高中毕业 是可以确认的事实 毕竟他的妻子也是高中同学 另外就是工商注册信息比较可信 因为要负法律责任 工商网站显示 王文尹1989年到1993年 在深圳市经营通达电信电缆厂 这应该才是王文尹高中毕业之后的 事业起列 前面高中同学整理的财经媒体报道 最值得关注的一篇是 环球企业家杂志的文章 新同气时代 这篇文章同时也是王文尹 自己最喜欢的报道 王文尹发家之后 以正维集团的名义主持 出版了三本书 名字分别是 正维知道 正维缠道和正维制造 我们买到了正维制造 这本书有一个章节 是正维集团确认过的 媒体报道内容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这篇新同气时代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新同气时代是正维集团 出前定做的宣传品 正维集团自己认可的内容 我这里就直接引用了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一个形象丰满的王文尹 比如说王文尹 早期最关键的合伙人 是乌冠义 两个人在2002年认识 当时乌冠义是 台一同业的协理 王文尹需要和乌冠义 搞好关系 得到稳定的同餐公英 所以他花了四年时间 陪他打高尔夫 给他报销差旅费 后来吴冠义成为了 王文尹的合伙人 给他带了一大批客户 王文尹自己确认 平生两大爱好 是红木家具和文景 创业初期还没什么钱的时候 他就曾经花两万块钱 置办过一个红木办公桌 后来发财了 他自称飞到厦门 连夜买了几个亿的红木 为此专门投资建了红木厂 现在正维集团的 所有办公室桌椅 都是红木家具 两把椅子价值100多万 就连员工衣柜和文件柜 都是小叶子堂和黄花礼的 盆景方面 王文尹热爱罗汉松 曾经花了400多万到日本买盆景 安徽的同龄工厂那边 还有一棵百年桂花树 是他亲自带人到山里挖出来的 2013年同龄气候干旱 工厂里有一棵罗汉松哭了一半 王文尹发现之后 把包括他哥哥王文尹在那的高管 统统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郑微知道这本书收录的第二篇文章 是小康杂志2014年的文章 王文尹的郑微梦 作者是于洪阳记者 现在他还在求是系统内工作 于洪阳的文章 专门描写了王文尹爱看书 每年至少读100本书 最喜欢的书是《道德经》 研究了整整5年 王文尹要求公司高管 每年至少读24本书 读书笔记要纳入年终的绩效考核 不合格要罚款 他在办公室里面放了小学中学课本 甚至还有高三做过的高考模拟试卷 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 因为我也在办公室放了中小学课本 其他金属没有公司的任何股权 这句话就是说哄了 王文尹不信任外人 目前几千亿的集团还是家族事管理 他的妻子刘杰宏 哥哥是王文金 兄弟王文生王文赚 都在集团不同公司持股的高管 总的来说 除了编道履历之外 王文尹其他外面都不出乎意料 有耐性 善于揣摩人心 对传统秩序有敬畏感 愿意花钱 赢到比较夸张的文化符号 随时搜集碎片化的信息 用来组合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他算是最典型的 二十世纪末中国计则商人 接下来我要介绍 正维集团的发展历程了 王文银自己对正维集团的发展 有清晰的总结 原话是 二十年来 五次维集和机遇 成就了五个全新的正维 这对应了他自己最得意的 五次逆周期扩张 第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他囤房囤设备 开工厂遭电缆 在市场复苏的时候大转 第二次是2003年非典 原材料市场萎靡 他在国内外购买了大量矿产资源 进去了裁选野链行业 又大转一笔 还在深圳开创了30万平方米的园区 第三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 他抄底了很多人才和资源 第四次是18大期间 他在全球储备了大量矿产和土地 第五次是18届三农全会 鼓励国企混改 他和央企国企开展合作 2015年 环球企业家的报道 介绍了逆势扩张的驱动力 2003年非典时期 王文银要到同龄筹备一个25万吨产能的同家工厂 也就是子工资权威 一切投资就要10个亿 王文银自己明确说 不断邀请省领导甚至是中央领导调研 这个项目才能一步步推进 后来王文银在酒招上拼命 喝了炸雷子 深水炸弹 从深圳中行带到了5.5亿 从安徽工商行带到了8亿 拿到1000亩地才把厂建起来 这个例子是王文银之后快速扩张的典型样板 就是先谋取政府的宏观支持 用个人关系把政府背景用到金融领域 给自己带来爆发上增长的资金 王文银说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抄底人才 我们没有找到什么依据 但是那一年 政维集团副主席 前面说他挖来的吴冠义炒同步期货 大赚了一笔 激励了政维集团从国际贸易赚钱的信心 后来政维集团在全世界招募国际金属交易人才 在新加坡成立了爱文资源国际公司 这和王文银的具体结合起来 可以解释政维集团快速扩张的一部分自己来源 王文银说自己在18大期间看准方向 在全球储备了大量的矿产和土地 但是政维集团这一年的年度总结大会上 没有提到储备矿产问题 重点提到的业务还是铜财和贸易 2013年政维集团的投资部完成签运项目11个 其中新项目4个 这些项目基本上都能落实到地方政府官方网站的对接信息 比如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园 黄石政维电子信息产业园 兰州电子信息产业园 保定政维汉域集团总部 曲洋雕塑文化产业新城 威海滨海新区政维高新材料项目 郑州航空网产业园项目 以及洛阳多根领域的产业投资项目 但是很遗憾 D约项目成功率不高 有的烂尾 有的干脆就没启动 说明政维集团一旦离开同加工领域 项目的实际盈利率就比较可疑了 王文银说的第五次扩张 是参与国企混改 近两年能够查到的项目 首先是2020年筹划控股生产柴油机的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顺利 负面消息不断 2021年12月就被曝光有内部交易 紧接着又有信息传出 说王文银不签协议合作流产 另外一个项目应该是今年河南玉光金签 玉光金签是国内千野链的标杆企业 政府要求引入投资方注册资本超过15亿 而郑文银年初的河南新注册了一公司 注册资本正好是20亿 因为普遍估计是由郑文银作为投资方 来执行混改工作 但是这个项目目前也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王文银的逆势扩张原则 更多的反映了他个人对企业发展的期待 而不是实际收益 实际操作中 郑文银的核心经营方向 还是从电线行业衍生的同财加工 以及在同财加工基础上 进行的国际期货投机 这方面郑文银团有百亿级的有效业绩 无可否认 再加上同财贸易放大的营业额 核心业务是可以产生上千亿的营业收入的 当然在这些业绩之外 郑文银团能够达到几千亿的营业规模 主要手法是引到政府背景获取银行知识 尽量发达影响力 公开信息显示 王文银的很多地区和领域进行了投资尝试 但是只要超出自己的核心领域 投资效果一般都不太好 郑文银团对外宣称的7200多亿营业额 肯定有一定的水分 并不能说明他的实力 真的能和华为腾讯相提并论了 虽然核心业务一直是同财加工 但从郑文银团自己的宣称来看 王文银并不希望仅仅被看到 一个普通的中国同财商人 而是努力宣传自己拥有一家国际化的巨型企业 郑文银团的网站自我介绍 集团在全球有三大研发中心 分别在瑞士 美国和新加坡 我英语不好 让高流同学去调查这些海外中心 都没发现值得一起的业务 先说瑞士中心 郑文银团在2010年12月 到瑞士的日内网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ARC资源 挂在王文银妻子刘杰鸿名下 这家ARC资源是郑文银团在香港的 ACTE国际资源有限公司的孙公司 主营业务还是贸易 对于说美国的研发中心 王文银在2014年9月到美国公开考察了11天 结果蒙大拿州的州长还去了趟哈佛大学 据说达成了新材料半导体健康医疗行业的成果转化意向 但是看不到任何具体项目 郑文银团在美国当然也有实质性资产 是2015年4月在广州和美国的通用木矿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 花了几千万美元 卖了通用木矿10.5%的股份 后续几年 郑文银团多次增资 成为这个木矿的最大股东 但是持股比例仍然只有十几个点 对于膨胀的7200亿的营业额贡献不大 最后说新加坡中心 中国经营报201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 说过王文银在2010年就对新加坡设立了IC设计研发中心 但除此之外 他没有任何信息 不过高流同学意外发现 郑文银团在海外有个房地产投资公司叫文威 文威公司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 说截至2013年6月 他们已经在新加坡投资了2亿美元的房地产 所谓的新加坡中心 看来只是学着其他中国有权人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而已 更有意思的是 文威集团的官方网站介绍了国内没有提到的重要信息 文威大股东刘杰宏 以及丈夫王文银都有新加坡的永久居住权 目前郑文集团的工厂登记信息 还是坚持着王文银没有海外永久居留权 两个说法必然有一个是假的 中国大数据系统还是需要加强管理 给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做好预警 当然这三个海外中心都是空壳 也不是大问题 郑文集团并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海外资产 打开郑文集团的网站 他的几乎所有宣传材料都在反复强调 在全球拥有超过十平方公里的商业开发园区 一百平方公里工业开发园区 一千平方公里采矿区 一万平方公里矿区面积 十万平方公里碳矿权面积 以碳平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于十万亿 中国国铁集团的总资产是九万亿 而郑文集团宣称自己的海外矿产价值十万亿 相当于中国年度GDP的8.7% 这是一个挑战诚实的数字 所以高流同学继续把之前的媒体报道翻出来 想知道十万亿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是回到环球企业家2014年的重头文章 新铜器时代 这篇文章当时就宣称 王文英拥有超过一千万吨的铜储量 希望三五年之后能够增加到三千万吨 而郑维知道那本书收录的《徽商杂志2016年报道》 说郑维已经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 拥有多做矿产资源 掌控了全球百分之四点二九的铜储量 铜矿的总储量在两千六百万吨到三千万吨之间 三千万吨铜相当于全中国的铜矿储量 如果都变成纯金属 确实超过十万亿人民币 但是这个算法首先忽略了 开刺和野链成本是个虚数 更重要的是 任何统计资料都看不到郑维集团 这三千万吨铜储量在哪里 同是电气产业的灵魂 人类已经把全世界的主要铜矿产 去探索的非常清楚了 如果真有中国企业收购了三千万吨储量的铜矿 只要矿区在地球上 就一定会被统计为排名前几位的超级矿业公司 但是国内外任何铜矿的权益统计 都找不到郑维集团的名字 2018年11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论文 汇总了标普数据 把全球4400个铜矿山都算了一遍 论文结论是 到2017年底 中国海外铜矿项目50个 储量总共是4441.8万吨 但是统计表格里边根本就没有郑维 郑维集团的核心产业是同材加工 再加上一个同期货的贸易团队 如果3000万吨同档量的矿产权真的存在 那肯定算是郑维集团不可撼动的压仓石了 但是从我的调查来看 这块压仓石和王文银的南京大学毕业证 真实性是差不多的 前面有提到郑维集团最近几年有一次失败的扩张 企图收购云南云内动力集团 我在网上找到了当时股民的反应 有人说郑维集团让人联想信微集团 王文银让人联想到王靖 信微集团就是我们312期节目重点介绍的企业 那一期的标题是 您家拉瓜运河没了 中国多了2000亿的坑 王靖2009年把信微集团变成了私人资产 时候几乎没有赚过钱 但是一直在拼命向国内的银行贷款 挖了几百亿的债务大坑 为了解释贷款和亏损原因 信微集团用海外资产吹了无数个泡沫 2012年王靖宣布要投资100亿美元 到乌克兰开发克里米亚海港和工业区 2013年他宣布要投资500亿美元 到宁加拉瓜修建一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 跳过巴南马运河 2014年他号称要收购乌克兰的核心资产 马达西齐发动机公司 到现在国内还有很多人认为 马达西齐公司已经是中国的了 2015年王靖宣布策划泰国克拉运河项目 绕过马来干海峡 2016年王靖号称要收购以色列的航天企业 可以说中共互联网上最近年 所有的脑洞段子都被王靖用了一遍 顺便从国内搞了几百亿资金 把企业的市值吹了两千亿 自己套现了几十亿 这都是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拖起来的 王靖有什么背景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了 但是王靖和新闻集团用来维护泡沫的方式 就是宣称自己的民族产业的希望 替国家去收购海外紧缺资产 所以现在看到王文银的 政维集团在一线场合 吹资就有3000文顿桶的全球矿展储备 价值10万亿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想到了新闻集团和王靖 最近几天 各大财经媒体密集赞美政维集团 甚至已经开始宣传王文银是隐形中国首富 但是没有一个媒体去核实 矿展资源到底在哪 所以睡前消息编辑部产生了习惯性的担心 当然吹牛本身并不违法 甚至也不一定要上睡 王靖倒台不是因为他抄袭的网络段子太多 而是因为他的国内挖的金融大坑填不上 到此为止 我们的确找到了王文银和政维集团 官方在这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文银和政维集团一定是违法的 只是说明他们需要不断的编造信息来支撑一些信心 至于说那些信心被用到哪里了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目前来看 政维集团的7200亿产值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全国的几十个产业员 大多数是最近几年新建的 可能的话 我们会梳理这些产业员的经营现状再做一期节目 看看是不是和所谓的3000文吨铜矿海外资产有账目联系 如果有观众对相关这种深入了解 我非常期待各位能够给我们继续做积极指导 504期节目到此结束 观众可能注意到了 本期节目和ID高建立联合发布 以后高流同学将会更多的关注产业和科技资讯 做深入分析 欢迎大家同时关注 我们周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